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大家收看这一集的《创业军事》 在香港讲到小朋友的读书 小朋友都面对不同的压力 要应付每天的功课、测验考试 以及各种各样的课外活动 所以我们今天请来的创业嘉宾 其实他在20年前就开办明语教育中心 以及学校幼稚园 他的理念引入一种愉快的学习模式 希望小朋友一路读书的时候 有一个愉快的童年 我们今天的嘉宾有国际幼稚园的创办人 巴黎 巴黎 你好 巴黎 你好 Tina 我有个问题 因为教育通常都会讲传道、授业和解惑 有三个重要的责任 但只要我们讲到做生意 就要赚钱、赚钱、赚钱 怎样可以将两者平衡得到 所以就要找巴黎解答一下 因为对于我来说也是有两难 做生意最重要是什么 你要营运到、赚钱 先再讲理念 但教育就是在做人很崇高理念的事 两件事做生意和教育 怎样混合在一起 在讲这个问题之前 先问巴黎 为何你当初会创业 做英语教育中心 和开一些国际幼稚园 和你本身的经历有没有关系 首先说一说 二十年前我没有那么宏靠的理想 做教育其实挺有意义 我当时真的想做生意 因为我以前读书不聪明 一年级和五年级我都留过班 都是因为英文问题 到我生了小朋友之后 我就很害怕 究竟我的小朋友会不会经历我 因为英文而去到会考都读不到 所以我当时就说 既然我当时都已经做教育 不如我自己开一个学生中心 让我自己的小朋友去学习 我觉得认为OK的英文 而我当时的目的就是想 我自己都可以重新再学习 继续好自己的英文 那是很简单的 那当然了 一路开的时候 我就要在市场中 有一个蜡烛点 我怎样可以令到 和别人不同 和看回我以前的经历 我以前的经历就是 我读书都是很不开心的 一说英文 我就觉得这是一个魔鬼 因为每一次 因为我英文不合格 就被人骂 被人责怪 所以我就不享受学英文 如果是这样 我怎样令到我们的小朋友 去享受学 所以我就认识了一个十几级 即是二十年前 我认识了一个十几级的英文课程 而这个课程 是好像一间英文学校 那样慢慢吸读上去 而是令到小朋友一路学 他是很开心很享受 什么情况才很开心很享受呢 没有功课 没有压力 没有密书 没有测验 没有考试就可以了 但是问题是 你想达到这样 你是要去后学到 嗯 所以我们在背后 请老师方面 教材 配套 老师的兴趣性格 怎样令到他 可以将我们想要的东西 透过游戏 透过玩而给到他们 又不需要透过操练 背后的十几年 就会慢慢改变 嗯 但是要学生享受 学习这个阶段 其实那个制度 是不是真的有很大的影响 譬如香港有自己一套教育制度 或者世界各地 都有不同的教育制度 是 那是不是真的这个制度 对于学生去学习 有很直接的影响在这里 绝对是的 其实我觉得 那个制度本身 都不是说影响很大 而是他欣赏的文化 和赞赏的文化 因为我们如果想一个人 他喜欢一样东西 最重要是不要不停骂他 执拐他 令到他没有了动机和兴趣 是 那反过来 我们在课式里面 你做一点点东西 我就觉得你很棒 你做一点点东西 我就觉得你很适合 然后全部都是游戏的 那么小朋友 不觉得在学习英文 我觉得很简单 我们教的小朋友 我们现在做牙 因为我们吃了朱古力 吃了那些零食 所以我们现在是牙痛 我要去看牙医 我要去剝牙 然后我们以后都不敢吃零食 类似这些字 你一末生生 你日常生活会有 那么小朋友 透过角色扮演 透过卡 透过你又扮医生 我又扮剝牙 然后又看一本书 然后那本书 又回到图 其实这些key word 就是日常 他们不同的年龄层 是那个年龄需要表达的英文 那么小朋友便回来说 然后你突然间 今天不说话 变成说话 我们又给你一颗星星 又给你一个帖子 然后他贴了一板子 又可以出去换小礼物 是 那一定很开心的 是吗 那这些全部都是鼓励形式 那你们的教育机构 已经营运了超过二十年了 其实那个发展规模 由当初是 那个规模是否一间 然后到现在 那个规模是有多不同 就是多了几多间学校 好好好 那当时我就打算开一个很小的learning center 就给一个愉快学习 那谁知道原来市场的市场 是真的很需要这一件事的 那接着就慢慢 就无端端由一间发展到 去到六七间learning center 因为我们learning center 是开始的 那去到六年前 我发现有一个问题 就是英文其实是很容易学的 中文是很难学的 那所以就在六年前 我才开始开幼稚园 那开了海外有一间 那还跟着有些家长 读完之后就说 我很想做小生意 好像我当初 照着小朋友 又做自己小生意 那就开了家闻店 那慢慢慢慢 全球我们就 就是包括外国 泰国 我们现在就有十三间 家闻店 和我们自己的learning center 十三间 那学生的人数有多少人 学生人数 现在只是learning center 都五千多人 我们的团队都近二百八十人 那个严目规模都越来越大 其实如果比一般 我们叫learning center 是真的有很大分别 因为我们每一间都差不多 一万尺 但是外面的learning center 是二千多三千尺 所以我们的人数 如果是五千多个学生 已经有很多小学 所以现在有五千多个学生 有十几间的学校在里面 还有marketing firm 我们专做亲子频道 市场推广 还有我们有一个慈善机构 所以都是一个很大型 有规模的教育集团 现在主要的教授的课程 内容有些什么呢 如果在我们的英文 学习中心都是英文 我们有很多科学 有很多的英文 不同科的学 都是学英文 幼稚园就 纯粹是一间国际幼稚园 主力都是这两样东西 我有个兴趣 有个问题都问你 刚才我说 你们开始是以主力 是以英语的教学 或学习英语为主 但我都发觉一件事 其实现在的小朋友 有一部分 其实学习英语对他们来说 是比较容易的 反而学习中文真的比较难一些 你们刚才说 在幼稚园里面 都会着重中英数 那你怎样再配合 或者可以适应 因为读完幼稚园之后 小朋友可能 家长他要面对选择 我要咸接是本地的小学 还是一些 可以都想国际学校 那咸接上 其实是怎样做的呢 我说回小小 我的初心那时候 你怎样不停去演变到 刚才回答你的问题 因为我当时 因为觉得 发现香港英文有问题 那我就会搞一个开心的英文 而我搞了一个开心的英文 是根据他们的不同的能力去读的 就是不要根据年龄去读 根据能力去读 令到那些小朋友 適合的程度 就读得很开心 好了 原来英文只有26个英文字母 很容易学的 就是当我令到那些小朋友 入读到我们的学生中心 英文很棒 是 问题出现了 那些家长就回来 就说我的中文程度 他追不到 他没有兴趣 反过来 他升了小一 入读到心仪的国际学校也好 或者Band One学校也好 他们就会放弃英文 因为他们要追中文 追回中文 他们要补习 是 那两年后 他们因为要追人 中文 但英文又放下了 两年后发生什么事呢 中文和英文都不行 接着三年级就回来 要我们读英文 就再追回 即使把幼稚园 打好根基就没有了 本来他是在别人之前 接着就没有了 因为很多父母 都是解决他当时的问题 是 就没有长远的计划 所以后期我就说不行 如果家长是因为中文 而拖乱这种东西 我便给不到他们 应该一个很好的策略 的铺牌 那我就开了幼稚园 就将中英数 都可以放进去 是可以从小去到 因为我们都是根能力 我们英文有七级 即如果从小读到我们大 我们的英文级别 他可以读到等于 国际学校的二年级英文 那么好 那数学和中文都是 读到第六级 即是等于读到 学校的一年级下学期 那么如果中英数都好 那你想想 一个小朋友 他那些三科可以 那他就进入国际学校 又可以 本地学校、私校的学校 又可以 你是帮家长解决到 他们小朋友的 学习问题的痛点 很重要 这个是 所以我觉得你们很独特之处 你是因为能力而分巴 而不是因为年龄而分巴 很重要 这个是很重要 但是譬如做教育 你有一个很云大的远景 但是有些 譬如整个市场 有些是控制不到的 譬如近来 香港可能比较多 移民潮的出现 那这个状况 又会不会令到 譬如一些逝联的学生 的人数会减少 从而令你招心 都有出现困难呢 是 中间我们 由疫情开始 再复货的时候 都真的出现了 一大群学生 真的有移民潮流失了 到我们现在 慢慢的 大半年 完全正常回落的时候 我们的学生人数 差不多八九成回复 亦有些新的学生 加入了我们的英文学校 英文学校 因为我们五千多人 是来自全香港的中小有的学校 所以我们不会因为移民潮 而流失学生 但是幼稚园那里 都会有一定的影响 但是我们都可以 紧守到我们的学生人数 都可以的 会不会影响 应该是老师方面的影响 移民潮反而真的是老师方面 因为有很多老师 因为我们有一半是外籍导师 所有教英文都是外籍导师 一半是我们的同事admin 所以这么多年 他们没有回家 很多人想回家 有很多香港的admin同事 他们真的去了移民 所以我们现在都很努力地聘请人 在节目开始的时候 跟巴尼说的时候 都说到 其实竟然这个教育机构 最初都是以营商的理念行先 因为要做到生意 维持到学校的营运 才可以做慈善 到今时今日 已经是营运得很好 那慈善的部分又怎么做呢 不如这节休息一会 我们再来跟巴尼说一下 如何在营商和教育中间 我们再来跟着一个平衡 好 继续回到创业军司的时间 巴尼尔刚才说了 你为什么会去创立教育中心 其实某一个程度 都是希望以教育 帮到不同的小朋友成长发展 和做一些慈善的工作 但是始终你是营运一门生意 营运一门生意之前 就要说赚到钱 营运到 我们先说到这一段 现在你的教育机构 营运的方法 例如招生、市场推广 是怎样做法的呢 怎样做到可以满足到 整个机构运得很暢信 再去做慈善呢 好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尝试如何去分析 首先我觉得在教育 帮到人 不是一定在慈善 或者用钱的方面去解决 如果我教育 我当时的初心就是 我解决到他们 学英文的痛点 帮到家长 令他们进入心仪的学校 这个已经解决到社会 很大的问题了 当我去到某一个层面 我的业务越来越 可以让别人去接受 明白我这个方法 原来快乐学习都可以很厉害 我开了幼稚园之后 就证实了一件事 因为有很多家长不信 你没有功课 甚至幼稚园都没有功课 没有测译、没有考试 没有压力 但是回来玩 可以中英数都这么厉害 好了 第二个家长就问 为什么你会肯定到中英数呢 你如何认证 我们过去的几年 是差不多97%和98%的学生 入读首次元的学校 家长心意的学校都入读了 即是国际学校、直资学校、本地学校 他们入读了之后 还要是最最高的学生 即是我们这一个模式 是可以解决家长选校的问题 家庭问题我们已经解决了 现在就是如果我帮到别人 别人就会用他们愿意付出的金钱 去营运我这盘生意 好了 到我的生意可以去到某一个层面 我真的有多余的资金 我就真真正正可以去负于 另外层面的社会 即我里面就是解决家长需求的问题 到我有多余了 我就可以帮助外面有需要的支援 当然了 商业方面 大家要合作得很好 商业有很多时候提点我很多东西 当时我很想开幼稚园的时候 我已经第一年我想收深水埗的学生 免费给他读 因为我租也给了 老师我都给了 下午班又不满 为什么我不可以收深水埗的学生 但同事就提了一件事 人家是给7388 你旁边真的坐过一个深水埗的学生 你真是交代不了 然后我想想有对的 然后到第二年 我们说不如我们解决的办法 就是只是开班给他们 只是开班 就是给一些 深水埗基层的家庭 然后我觉得他们有需要 有机会 他们有一个公平的对待 既然我有资源 我就可以帮他们 令到另一个层面 就可以帮到其他人 我觉得你做的事很实在 因为很多时候 比如我们创业 说梦想 其实梦想这件事 不一定是创业 赚很多钱 但是 大前提 我们做生意 如果我们的生意 都不能维持下去 真是说不到什么梦想 所以你的做法很好 就是先拿自己的生意 打好根基 赚到一定的金钱 然后再去完成其他的事情 但是说到要赚到一定的金钱 要说到有收费 其实现在 譬如你有不同的learning center 幼稚园 或者可能有些兴趣班 其实各自的收费是怎样的呢 learning center 如果它普通都是1,680多元 一个月一个课程 一个月一个课程 但是我们有一个很特别的stand out 课程叫做 要回到1,3,5 那个真的好像进来读一间国际学的英文 1,3,5每日两个钟 那一个去到4,200元 一个月 我们幼稚园就有7,380元 所以收费都是中产以上的 就是我做中产以上的家长生意 找到我应有的 维持到我的生意之后 我就可以帮有需要的人 说了你如何维持你的生意 我有很有兴趣问多些 关于怎样帮助到有需要的人 刚才说了 你会帮助一些深水埗的基层家庭 有一班下午的幼稚园班 是专开给他们有40个位 今年有40多人 有40多人 其实那个申请资格是怎样去符合 或者怎样去做的呢 我们进入来 他们真的有合政府的资格 即是进入家庭 或者他们低收的家庭 因为我们不懂得分析 所以我们在深水埗 透过一个社福机构 他们每年会介绍一些学生给我们 他们会宣布的 然后家长会来报名 我很记得第一年没有人报 我说为什么我这么好处 被人都没有人报 其实他们都害怕 骗人 他们都害怕 去到一间这么漂亮的学校 跟不同的人一起读 我们会不会看下自己 我的小朋友会不会接受不了 他们也有很多忧虑 其实去到第二年第三年 他们真的学到东西 真的很开心 他们传开去的时候 他们觉得不是骗人的 又帮到他们 小朋友读得很开心 又不会 因为他们还要读一间幼稚园 有很多他们自己读 自己不用钱的幼稚园 然后再来读 我们一间幼稚园 他们害怕 所以他们就要两边一起读 所以后期到现在我们就很开心 很多人来报名 我们就选择适合学生 不但我们还跟一些友好学校合作 和一些结文学校合作 目的就是我想帮一些学生 既然他们有些机会读到我们 能力又可以 我们可不可以帮他们 加入一些合适的好学校呢 所以我做了一些家闻和结文的学校 大部分都是直资 因为原来直资学校 他们每年有10% 是给一些有需要的支援的学生免费读的 12年免费读的 所以如果我帮到这些学生 入读了一些这么高的学校 他们就循环这样就脱贫了 你进入大学 他们的一生下一代下一代就脱贫了 我们要怎样去创立这个机会 让他们慢慢再上 然后解决他一代一代的问题 这个就是我一个很长远的计划 真的很好体现到 是透过教育 不单止是改变了小朋友去一生的命运 还有是说整个家庭 因为教育可以令到整个家庭 接下来有一个转变在 你刚刚说到家庭 其实我还不止只是给他免费学习 其实我每两个星期 都跟家长讲话 内容做些什么 因为我刚刚接触他们 他们说我们不打儿子不行 这个世界是要打的 他们是要吵他们很远的 他们的关系是很破裂的 我的教学方式不是 我们是要赞、欣赏、包容 所以我已经持续跟他们说了 六年、七年 每两个星期 以前就面对面跟他们说 然后现在就用Zoom 看到他们的家长是完全改变了 跟先生和子女的关系 兄弟姊妹的关系很融合 所以我觉得 当你有一个力量去做完一盘生意 做完教育 我在教育又得到很多信息 其实又分享给他们 是这样的传承 我觉得很重要 知识就是力量 拥有知识或拥有一定的学历 的确可能令自己将来 有更多的发展在里面 过去你都做了一段时间的教育 这个行业 你觉得会不会回想这段日子 有些东西是特别深刻的 或者甚至乎你觉得做了一些东西 带来给你有一个成功感 我想我最大的深刻就是 其实我们好像现在 只是好像帮了一班学生 但是因为我的团队都去到 二百多人 那么多年累积的家庭都很多 我每一次见到那些家长 六年后七年后 因为他们在我读十几年的 他们每一次见到我去到中心的时候 哎呀王校长 你六年前说的那一句 点醒了我 我现在就是和我的小朋友 就是走你当时提点的路 接着他到现在都很开心 你令到我们改变了很大 不是一个家长 是很多时候很多家长 而我们亦都 我在内部的团队 二百多人 同事都说他们改变了他们 做人的看法 因为我们 我们讲很多道理 我们经常开会讲很多大道理 他们的人生的策划 和家长的沟通 和家长给我们的feedback 欣赏我们的教学模式 所以好像整个大家庭 可以大家互相发挥正面功力 这个是我最大的满足 未来两方面的问题 未来的发展 第一就是本身 教育机构有什么不同的业务上的发展 第二件事就刚才说了 在帮助基层的小朋友上 我们讲CSR上 这两方面 未来有什么大计呢 其实我在很多年前 我很想定立了一个很长远的目标 香港成为一个快乐的学习城市 因为实在太多父母 有很多压力 小朋友也有很多压力 为什么学习不可以很开心 很厉害呢 所以我现在就是透过我们 现在的教育平台 我证明给大家看 我们用这个方法 他们真的有开心又厉害 我就想推给其他那些 幼教 小学 中学 所以我们就不停访问那些 同理念那些 就给多些家长去选择 其实香港有很多些女学校 不需要操练 不需要那么多功课 家长不需要压力 不需要休息了你的工作 你都可以很开心的 所以我们现在继续这些推介 第二件事就是 我都跟另外的警队那方面做网罪科 因为现在你知道网络欺凌 或者行骗 有很多很多这些 需要在教育层面 都要涉进去 所以我就在串联大家的部署关系 嗯 今天多谢巴黎和我们的分享 了解到 他怎样可以很成功 认为一个教育机构之余 还做不少的慈善工作 希望小朋友 透过好像Phoenix那些所谓 透过知识 令到自己成长 也都改变自己未来的发展状况 多谢你的分享 多谢你 多谢大家 谢谢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 Channel 按下这个小铃铛 我们在最新资讯的时候 就会第一时间通知你了 另外还有一个Facebook Page 记住给like和share给朋友 拜拜